今天清晨,我们派出了338名消防救援人员进入现场开展搜寻,其中160人深入核心区搜索。 为了提高搜寻效率,在核心区我们采取与民航专家协同作业的方式,按照5名消防救援人员配一名民航专家的协同作业的方式。 进行小组力量编程,围绕重点区域划分网格,多组同步实施作业。 上午9点20分许,其中一个搜寻小组在核心区撞击点正东偏南5度,距离撞击点40米的位置,进行人工精细挖掘作业。 当消防救援人员挖掘至地表往下约1.5米的深处时,在翻开一块树根后,发现了一个被泥土包裹,只露出了一点橙色的圆柱形金属罐体。 经对该金属罐体表面尘土进行吹扫清理,露出了清晰的英文标识。 我们迅速将该金属罐体交由民航专家反复辨认,确认为实施飞机的第二个黑匣子。 目前已移交调查工作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